大家好啊,我是梅森 你们吃饱了吗?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 今天还下起了雨 这么冷的天气完全不想出门 还好之前团购的秘食饺子已经到了 晚餐就吃水饺吧 他们的包装真的很可爱耶 超级文青的 不知道各位懒得出门的时候 都怎么解决肚子饿呢? 包装的背面还有教各种烹调的方式 水饺啊不用解冻 直接下锅煮就可以了 趁着水滚的时候 去把维尼给脱掉吧 秘食饺子的口味超多种 每个都很好吃哦 水滚后直接下锅 大火给它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梅森要来跟大家分享 三种不同的蘸酱来搭配饺子 先将蒜头、青葱、蒜苗切碎 喜欢吃的人啊可以多放一点哦 加入适量的酱油、乌醋 还有一匙白糖 不同的品牌酱油咸度都会不一样 梅森使用的是四季 可以加一点开水冲淡哦 很多美粉都会私讯我说 梅森你感觉很会做菜耶 你是念餐饮的吗? 其实啊我学的是设计 做菜只是兴趣而已 边学边做 久了看起来就真有这么一回事了 你们也来试试看吧 最后再将刚刚调好的新香料混合搅拌 再用五滴香油点缀 第一款蒜蓉酱油沾酱就完成啦 第二款是香辣红油酱 准备蒜末还有葱花 加入酱油、香油还有白醋和糖 白醋要慢慢加哦 加太多会太酸哦 最后加入花椒红油 我今天使用的是老干妈风味鸡油辣椒 香气很棒 辣度不会很高哦 将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汤匙的背面 轻轻的锅冻水饺 以免粘在锅底哦 最后我们要来做非常适合 沾海鲜的泰式酸辣酱 将蒜头、香菜、辣椒切碎 泰式的酸就是柠檬 像这样先滚一滚 会更好榨汁哦 我两颗柠檬就花了我快六十元耶 是不是有点买贵啦 最后我们加入鱼露、白糖 和切好的辛香料混合在一起 就大功告成啦 刚刚好我们的水饺也已经快好了 只要看到水饺都浮起来 而且表皮呈现蓬蓬 白白嫩嫩的感觉 就可以捞起来咯 我已经等不及了 真的好香啊 虽然今天天气很冷 但是我们吃饭的仪式感还是要的吧 三种特制的酱料排排放好 我们准备要开动咯 蜜食饺子的口味有高丽菜、香辣、玉米、韭菜、碧芡 搭配着香辣红油酱真的真的好过瘾 它们还不止这样哦 还有鲜虾、章鱼、干贝 而且啊食材都放得很大方 每颗水饺都是饱满实在 海鲜搭配酸辣酱真的超解腻的耶 如果你们冰箱没有水饺啦 那就是要留给蜜食饺子咯 成交配方式